一大猛业 TTVA新闻旭光恒 刘婉婷 推广 大家好 我是台湾人的创意 这照明灯具变得非常的时尚 而且红到国外去了 有业者以iPhone手机为八项 就在灯具里面内建72颗环保省电的LED灯泡 那么在经过了特殊的官用扩散设计 以手指轻轻触控 它可以变换1600万种的色菌 第一次在德国参展就拿到了设计大奖 外形像是玻璃圆盘的灯具 短时间内由紫变蓝再由红变绿 颜色深浅变化多达1600万种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也在黑暗中凸显出浪漫情境 更确的是开关式灯具下方 是一个正方形框框才触控设计 如果你要挑选你的颜色的话 画横线 它的调色盘就会旋转 那转到你想要的那个颜色的时候 画直线 只要轻轻一碰 点两下点三下 犹如调色盘的色彩光运 随你变化 营造房间情境气氛 科技业者要让人感受到 环保节能根据也能够很不平凡 主要就是他参考那个iPhone的这个想法 他认为说呢 手指是我们大家最方便的一个东西 他随时都可以带着 情境照明产品是台湾的电子业者研发 不只造型流线简单 也讲求环保节能 里头72颗全都是省电的LED灯泡 经过特殊的光运扩散设计 变化多彩颜色 今年首度到德国参展就夺下红点设计大奖 目前一个定价将近5000块钱 准备打进国内市场 TVBS新闻吕正成台中报道 我说到iPhone不断推陈出现的苹果电脑 又有行动作 他们要推出4.0